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王家军将部署人员在各地区的大小口按住手 一旦沈良希踏入国门就立即依法将他逮捕 沈良希频频频对外发布消息 称他将在近期内回国 7月初他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会议员部署回国计划 无论如何鸿燊总理6月初强硬表态 就算有外国人护送沈良希回国 柬埔寨当局将毫不畏惧得逮捕沈良希 7月底柬埔寨外交部将6名欧洲议员 列入限制进入柬埔寨的名单 他们计划护送沈良希回国 工程建立公司必须避免道路成建商偷工减料 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部长孙粘托警告 如果负责工程的建立公司发现成建公司建录时偷工减料 然后不向政府汇报 工程部将取消于建立公司之间的合同 部长也警告负责道路建立工作的公共工程和运输部官员也一样 一旦起监管的项目质量不达标 官员将一律被撤职 昨天针对道路工程偷工减料问题 孙粘托向媒体称 工程建立公司是公共工程和运输部的眼睛 必须要独立办事中立 避免成建公司偷工减料 部长透露 公共工程和运输部准备成立特别工作组 专门吐息抽查道路施工的质量 明年减少公共假期 两个成一业组织表示支持 昨天 简不在成一厂商会 欢迎政府减少明年公共假期天数 并呼吁 所有工会和工人给予支持 今天 简不在中国商会仿制企业协会 也表示支持 简不在成一厂商会声明 与其他国家相比 简不在的公共假期特别多 声明强调 减少公共假期将能让简不在保持全球竞争力 因此 所有工会 工人和雇员应该谅解 并支持红生总理和政府的决定 简不在中国商会防治企业协会声明 过度于不合理的公共假期 对投资商造成沉重的负担 对企业竞争力有负面影响 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并失业 减少假期将有助于简不在在全球舞台上 保持竞争力 前天 政府公布新规定 2020年只休22天公共假期 比今年少了6天 中国警方近日震破特大电信诈骗案 市集金额约280万美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